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裔女孩赢得犹他州选美大赛冠军 熊猫快餐修改店面装修风格已凸显起文化渊源 旧金山图书馆系统连续5年提供免费的中文课 洛杉矶唐人街教会帮助改自德州的无证移民 摄影专业杂志专刊探讨亚裔美国人的自我定位 纽约警察局警员被指帮助劫匪瞄准亚裔业业主 美国华裔女学生旅游德国不幸遭遇黑手 当地时间上周三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21岁女大学生Eva Liu和22岁的好友Kassie Chang 在德国的旅游圣地新天鹅宝旅游时 遭遇另一位美国游客侵犯和攻击 在反抗中双双被推下下骨 Eva不幸遇难 Kassie因为试图保护Eva而被凶手先行抛下悬崖 但是在跌过个50米后侥幸存活 当时凶犯诱骗他俩 说他可以带路去一个角度很好的观光台 然后在山羊小路上暴露了自己的罪恶目的 凶手随后被警方逮捕受奸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 但根据目击警方逮捕过程的人说 凶手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被抓的血痕 消息传来后 听到的人无不震惊难评 为这两个刚刚准备绽放人生的美丽生命 痛其不已 UIUC副校长声明说 Kassie Chang于今年5月获得了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 Eva Liu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两人都刚刚毕业 本应该能够庆祝如此重要的成就 而不必担心如此悲惨的结果 伊利诺州大学对Eva表示沉痛哀悼 对Kassie表示深切关怀 尚未证实的传闻说 Eva还有一个关生姐妹 这让此事更平添了一层悲伤 当地社会责备美国人在当地发案 虽然调查还在进行 但是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凶手事先已经预谋 他跟两个女孩子住在同一家旅馆 可能因为他们的年纪单纯 已经当作了下手目标 华社应该强烈要求对凶手的背景和动机 予以详细调查分析 以便美国社会反省如何给华裔女生们一个更安全的社会环境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遭遇其他美国人 北美亚裔女孩外形令中国大国新生代效仿 一种被称为北美亚裔美女的形象风格 在中国大国的抖音等社交平台走火 小红书上关于ABG女孩帖子 自从2020年以来已经积累了将近1000万 所谓ABG装扮是亚裔美国女性所体现的一种时尚和生活方式趣事 主要特征有长的染发 睫毛延长 修剪整齐的指甲 纹身和晒黑的皮肤 现在很受中国的新生代效仿 从化妆教程到造型服饰的视频数不胜不数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媒体上 中国网民谈到了ABG的自信和独立性 除了她们的妆容 中国女孩和ABG之间的区别 也可以从她们的眼神中看出 ABG的眼神更有自信气场 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在意他人的评价和看法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女性一直被刻板印象为胆小 在社会和职场中缺乏自信 ABG的态度与这种观念背道而驰 随着近年来亚裔在流行文化的成功 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 也更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 外表和自我的多样性表达 华裔女孩赢得犹他州选美大赛冠军 犹他州选美大赛组委会上周宣布 华裔女孩Sarah Soon 荣获2023年度犹太小姐称号 并将获得高达7万美元的奖金 除此之外 她还获得当地赞助商提供的丰厚奖品 有机会推广她的社区服务倡议 并代表犹他州参加美国小姐比赛 目前 孙姑娘在杨百汉大学主修音乐 俯修政治学 她的职业目标是获得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她的社区服务倡议是通过艺术教育减少给犯 她致力于为犹他州监狱的穷犯提供艺术教育 孙是一位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钢琴家 在评学过程中曾展示才艺 演奏了比斯特的一首名叫《康帕内拉》的曲子 熊猫快餐修改店面装修风格 已凸显其文化渊源 连锁店熊猫快餐在迎来40周年之际 推出了被称为熊猫之家的新版店面设计 向自己的文化传统致敬 首个样板店面在德克萨斯州 就像熊猫快餐将文化菜肴融合在一起一样 熊猫之家的设计也考虑到了建筑元素的融合 内外都覆盖着传统东方佛号启发的艺术 入口仿照月门设计 代表和平、繁荣和家庭 内部装修采用了红纸灯笼 壁画和五纸彩卸戳 外部装饰有描绘工具的壁画和弯曲的屋顶线 向中国传统的歇山式屋顶致敬 到个晚上 熊猫之家会以唐人街街头市场的色彩点亮 熊猫快餐在1973年最初叫Pan9in 目前仍是美国最大的家庭经营餐厅之一 电方表示 熊猫社区基金等慈善事业将继续为非盈利组织提供支持 以表彰和庆祝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社区多样化及其代表 熊猫之家的设计本身也是对代表性不足的社区致敬 由团队委托当地艺术家进行设计 旧金山图书馆系统连续五年提供免费的中文课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与多家文化机构及中文学校协会合作 今年社区在四个分馆提供免费的中文国语课程 这个合作活动自从2018年开办以来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 对于旧金山的许多人来说 参加语言课程在经济上是遥不可及的 公共图书馆的中文图书负责人表示 图书馆很高兴可以帮助消除学习普通话的障碍 我们希望公众充分利用这些课程来接触中国文化 并与社区成员建立持久的关系 据悉 这些课程地点两处面向成人 另外两处面向儿童 馆方还设计了配套的艺术课程和推荐书单 并有漫画家作品等作为活动奖品 奖励每天花时间阅读 学习和探索中文的读者 洛杉矶唐人街教会帮助来自德州的无证移民 在德克萨斯州州长将无证移民送往洛杉矶之后 两辆载有大约40人的巴士车 上周三抵达了洛杉矶唐人街郊区的联合车站 有盖地的圣安东尼科科迪亚教堂提供照料 紧急服务和公共卫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收到有关可能抵达的传闻后 于当天早些时候抵达教堂进行准备 这群移民中包括年仅两岁的儿童 他们主要来自维内瑞拉 洪都拉斯和威迪玛拉 洛杉矶市长凯文巴斯在声明中说 洛杉矶不是一个充满仇恨或恐惧的城市 力求以尊严和同情对待所有人 我们将继续与非盈利组织密切合作 摄影专业杂志专刊探讨亚裔美国人的自我定位 专业摄影杂志光圈新出的专刊探讨了在美国 作为和成为一名亚裔所代表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问题 探讨了艺术家如何使用摄影这一媒介来解决亚裔美国人的可见性 归属感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 探讨的内容就有对过去的审视 包括移民过脚 唐人街文化 集中营 参军经历等 也有对未来的展望 包括艺术家设想未来的新可能性 纽约警察局警员被指帮助劫匪瞄准亚裔业业主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6月8日宣布将逮捕一名前纽约警探 罪名是收受贿赂以帮助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劫匪逃逼逮捕 检察官说 这伙人从纽约和全国各地的数十个家庭偷走了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 主要针对亚裔美国小企业主 他表示 执法部门绝不姑息腐败 暴力和针对种族的犯罪 据检察官称 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 该团伙实施了一系列入室盗窃和抢劫 窃取金钱、珠宝和其他财产 所有涉案的五名被告都被控串谋、敲诈、恶索 最高可判处20年的徒刑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